水牛 我们做的是水牛 水牛是灰色的 灰色的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杯子包起来 那拿一块土 随意的拿一块土 把它擀薄 就是擀薄 擀薄以后呢 就直接就这样子 包住 你压 压就粘住了 然后这个边缘呢 这个杯子的 边缘呢 这个地方都要包 包起来 然后 就一片一片的这样包起来 一片一片的擀薄 那这个山西雕塑土呢 它不会很暖黏 普通的树枝土很暖黏 它会 黏在 这个棒子上面 那 这个土 山西雕塑土 不会 然后 有一点点黏是没关系 你稍微拿一下就 拿起来了 然后你就这样子 慢慢的把这个杯子 用山西雕塑土把它包起来 那这边重叠了 你就给它压 压薄 这山西雕塑土干了以后很坚固 就这样慢慢的把它包起来 这个杯子包好了以后呢 这个瓶口这里要把它修 修整 修干净 修干净 这个底这边也是修干净 这样子就可以开始做 开始做牛 这个水牛的头呢 一个25mm的球 然后 这个灰色的土呢 比这个球 大一点点 比得出来大一点点 然后你 捏薄薄的 捏薄 捏薄 然后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要包得很扎实哦 包起来 包起来以后呢 你手上 就觉得有点干的时候 沾一点水 沾一点水比较好搓 搓把它搓圆 搓圆就是把黏土搓均匀 搓的时候要扎实的 有时候你搓的时候 里面有空气啊 那不行哦 你要搓得很扎实 然后有一点点 这样子有一点点椭圆形 有一点点椭圆形 好 然后再把它 黏上去 搓成椭圆形 以后呢 你就把这个眼睛 凹的地方 这个地方用工具压一下 压一下 然后用水 抹一下 让它顺 顺着过来 这是眼睛凹的地方 然后嘴巴 嘴巴这里呢 这样子 压出来 然后它的鼻子 鼻子这边这样 然后你先弄出来以后 好这里 插一根 一只 牙签 插好以后要黏住 要黏住的时候你要靠 靠这个牙签的力量嘛 那你黏住一定要有黏土 才有办法黏住啊 这个黏土搓长 搓到跟这个牙签一样长 然后把它包住 把这个牙签包住 包住以后 多出来的你就可以捏掉了 这个多出来的捏掉 那这个要包得很好的话 你要拿竹签 从这里交接的地方滚一下 让它黏得很好 然后沾一点水 沾一点水就是增加它的黏着性 沾一点水 就把它黏住了 那这个头有点歪歪的 或向上向下 这个都可以 这个本来就是动的东西 动物嘛 所以不是很呆板的 有点向左向右 都可以 那你要黏得很好 你就是要用竹签把它交接的地方 再压一下 让它黏得更牢靠 哦 掉出来了 那不行 好 表示刚刚 水没有压好 水 增加黏着性 然后再把它压紧 压好 好 你压的时候 数到10 再拿开 搓湿力一样大的小球 做它的脚爪 那这个抹一点点水 就是增加黏着性 把它黏住 这个你沾的水 这个你沾的水 你还要压一点力量 才有办法黏住 那看有没有 这个是头嘛 脚 沾一点水 然后再把它 黏住 然后用工具给它压一下 压一下 这个尾巴 尾巴应该先做 尾巴你先做的时候 才有办法决定它的后脚在哪里 那它尾巴就是长长的嘛 然后 这边尖尖的 你沾一点水 对准头部 头部在这里 然后正后方就是尾巴 然后你就把它黏在这边 然后有一点弯曲 有一点弯曲 比较可爱啊 它黏住 沾水黏住 这是尾巴 那你尾巴黏住了 你才有办法去决定它的后脚 后脚在哪里 因为这个有时候风一吹 这个黏土有一点干 所以你要抹一点水 它的表面有一点干 你抹一点水 然后再压一点力量 稍微挺一下下 让这个黏土黏住 小心不要黏在桌面 然后你用工具 压一下让它黏得很好 然后你都确定 这样确定都有黏住 再给它压出它的脚爪 压出它的脚爪 压出来以后你要漂亮的脚爪 你就是手还要这样捏一下下 让它尖尖的 捏一下下 那如果有裂痕的话 你沾一点水 抹一下下 这个这样压进去压进去 然后这个稍微抹一下交接的地方 然后这个用手给它捏尖尖的 这样看起来 比较有形啊 这个一样它有黏住的就比较不怕 可是你要黏得很好 就是还要再修饰一下 这个压一下 黏住 黏住了以后 再用手给它捏出尖尖的 捏出来 这样比较有形啊 好 这个都是 那如果有一点干的话 你就抹一点水 水是很好用的 可是不要抹太多了 抹太多了 你的手黏黏答答的 那做东西就很不方便了 好 就这样确定了 那这个角 它的作用就是让它整个很稳定下来 那整个牛的作品呢 稳定下来了以后 我们就做它的 角 水牛的脚 水牛的脚很漂亮 水牛的脚很漂亮 那整个最漂亮的就是这个脚 那这个脚呢 搓起来是这样子 可是你要搓得漂亮 要在桌面上搓 两头都尖尖的 尖尖的比较可爱 那差不多有五六公分的长度 就这样比上去 黏在正中间 那黏的地方呢 再一点水 压一点力量 然后用工具 给它从正中间 压出来 这个不只是有纹路 还可以把这个脚 黏得更好 你这样黏住了以后 再给它弯起来 再弯起来 一点下垂以后再弯起来 好 再来就做它的耳朵 它的小耳朵 在它的脚的下面 这个作品呢 有时候你觉得头歪歪的啊 或者是哪一个地方歪歪的 这个都没有关系 本来动物就是 让它很可爱的 很随性的 这个小孩子也可以做 小孩子做起来的每一只 都好可爱哦 每一只做的都不一样的动态 耳朵 小小扁扁的 然后你黏住了以后呢 你这样黏住了以后呢 你要用竹签给它 这边压一下 让它黏住 还有这个竹签如果脏了 就丢掉了 换一只干净的 这样子 耳朵 小耳朵 再看一次哦 水滴形 然后压扁 压扁以后呢 往这个地方黏住 黏住了以后 再用 竹签把它压住 这个竹签有点脏了 这个脏了就不好用了 两个小小的白眼球 捏薄 然后再一点水 就黏住 扭的眼睛是很大的 然后两颗 小小的黑色的 捏起来以后 搓圆圆的 然后再往这里 这样压扁 一样 一样大的哦 你要一大一小也没关系啦 这样压扁 好 然后 然后 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光芒 这个用 这样剥一点点就好了 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这个 鼻孔 鼻孔这里呢 搓一条 色彩比较亮一点的 你要黄色的 土黄色的都可以 就往这里 往他这个鼻孔 这里 然后尖尖的 往这里插进去 然后嘴巴 有一点 有点颜色比较好看 小小的 然后压扁以后 往这里 插进去 压进去 让他颜色有一点变化 好 这个脚爪呢 捏一下黑色的 一点点 然后你用手把它捏尖尖的 这边 就这样一点点 黏住了以后 你黏住了 再把它捏尖 黑色的土 包住了 好 然后再用手 给他捏尖 这样做起来 看起来比较有 比较有形有色 我们贴上那个圣经的金句 杏万爱 杏 这是中文 然后这边沾白胶 沾了一些胶水 这是中英文 双语的 让这个作品看起来更有那种纪念的价值 那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把神的画贴在这个作品上面 叫椰铭 这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器皿 然后又有金句 这是英文的 跟中文的 这个也是弱 就是用一个的一个圣经 感谢观看